世家兄弟明白受疫情的影響,很多人都回不到內地提樓 我們會繼續製作不同的樓盤影片,讓大家了解更多 而最近的發展商也制定相關措施 除了可以讓你遙距落預留金之外,亦都提供了較多的優惠 假如你想了解這個操作的更多資訊 你可以CAP我們影片下方的WhatsApp連結 查詢不同的問題和意見,了解遙距操作的細節 以及發展商提供的優惠 我們希望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能夠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之後都能夠繼續支持我們 大家好,來到中山合新帝景城的下集 今次我們會繼續介紹這個樓盤剩下的市位之外 亦都會講一講中山的一些大型基建配套 怎樣令到這個區域都可以受惠 事不宜遲,我們先來看它剩下的市位 好,我們再來看看另一個117.93平的晚房設計 這個很明顯就有個鞋櫃位置給你 這裡應該是偷了一些廚房的位置 這樣就南北對流的 這種差不多的南北對流的間隔和設計 在之前的一些樓盤裡我們也有看過 都可以說得上是一種很慢用的設計 這裡的廚櫃和剛才那間就差不多一色一樣 也是沒有雪櫃 雪櫃...啊...內置式 跟香港一樣 內置式雪櫃 其實我覺得都沒有必要加一隻門在外面的 你開完門再開一個雪櫃門又有什麼意思呢? 有一個大陽台 還有一個生活陽台 生活陽台 另外一間房間 公廚房 要把這幾個住家店都沒有在外面的 在外面的外面也沒有在外面的 還可以和平常進行 好像整個外面的外面 都可以通過 有一個地方 這和平常要辦的 我目前講一下 也只能讓外面的外面 在外面的外面 都是在外面的外面 我也沒有得到外面 從外面的外面 都可以進入外面 就是外面的外面 一於外面 有外面的外面 主人房的窗戶就不算大,因為你見到關燈的話其實都很暗 一般來說主人房都會拿窗戶的位置會多一點,令到整間房的採光會再理想一點 由於之前在客廳拍拍就有人進去參觀,所以就沒有拍到客廳,先去拍房 現在就再拍客廳的畫面給大家看一次 陽台都很深的 陽台大概有90呎 最後就由露台這邊看整個客廳,讓大家看清楚整個空間感 然後再去另一邊都給大家多看一次 好,遞景城這邊就完結了 好,我們看看圓林吧 其實整個圓林就不懂得形容 因為這邊是陽晚安防區,我相信它之後都會拆的了 樓盤外形呢 我覺得就一般的 它雖然是貼磚仔設計 但是,顏色就很淡 它又不像白,又不像黃 米黃色 但是它有個好處 就是南北對立 南北通 我相信它這隻樓就不是塔樓 北方人就超級喜歡 大家可以再看看外立面 我設計這麼多棟都是一色一樣的 樓盤的介紹就在這裡 接下來的話題,我們就會探討一下中山現時有的一些基建 怎樣為這個中山帶來一些未來的增長動力 當然,近期最熱的也是一個比較上具有潛力的 就是中山有沒有機會興建地鐵 將來廣州會有地鐵線拉去馬安島 而我們之前也說過了 雖然現時所謂的中山地鐵的規劃路線是有出來的 也都清楚標明了哪些鎮區會有地鐵 但如果給我們自己的兄弟去評論 應該來說,馬安島那邊的地鐵會比較實在一些 也都會相信是快一些員工 因為畢竟它是由廣州那邊拉來的一條延長線 而中山那邊是需要中山政府自己自知去興建的 所以我覺得不敢說不會興建,但應該不會那麼快 而比較實在的一項基建就是已經動工的深中通道 我們想強調在中山這邊是會有四個深中通道的落腳點 其實上網都可以查得到,包括翠鏗快線的泥村出口 另外就是駁外路出口,即是進入近石旗那邊 東區為主 另外就是城軌中山站的出口也會有一個落腳點 最後就是港口鎮那邊 如無意外,深中通道的確是會帶動到整個中山的經濟效益 但我想再次說,千萬不要相信有一些說法 就說你住在中山,然後深圳上班這些類似的說法 因為橋費實在太貴了 但如果你說對於整個中山的經濟效益 這條橋一定是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除了以上提到的一些基建之外 因為按已經公布的規劃文件 亦都有提及在廣珠城櫃裏面會增設中山東站 也即是在陸火區開發區和南廊的交回處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就是深茂高鐵 但深茂高鐵的中山站 暫時還未落實到會定在哪裏 之前有說法就說會在中山北站的附近 到底會在哪裏,即是有待政府方面進一步落實 又或者這樣說,如果今年正式可以開到工 應該怎樣都會定下來的 關於好像深茂高鐵這些資訊 這條影片裏面是講不完的 我希望之後的中山影片裏面再找到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亦都希望到時候有更加具體的資訊可以告訴大家 關於今集的內容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和我們分享或者聊聊 歡迎留言和我們互動一下 下條影片見,拜拜 拜拜